大家好,我是孫悟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大箱頂升級版 說回整個市場,今天的市場表現不錯 因為早段曾經明顯下跌,因為受到民估拖累 起碼穿過25,88點,不其後跌幅慢慢收窄 最後全日跌很少,跌49點,成交26,042點 不多了,619億 今天市跌,匯豐其中的股份拖市向下 跌1.2%,60元沒有了 不過幸好本地經濟股好一點,跌了那麼久 例如領展,以至不少地產股,今日都有進漲 其中領展升0.5%,都是逆市上升的 帶動的市跌幅,得意大為收窄 說回整個市形勢,點題幾個字 雙頂升級版,大雙頂升級版 為何有這個升級版呢? 上星期節目時,已經提及了一個題目 連環大雙頂 今天出現大雙頂升級版的意思 就是上次,連環大雙頂有淡意 淡意繼續發酵,越來越大 而且技術上的雙頂仍然繼續在 而且有升級的跡象 所以為之,連環大雙頂 之後有一個大雙頂升級版 為何淡意進一步加強呢? 原因是跟剛剛推出的經濟數據有關 講解甚麼呢? 就是美國的九月份,ISM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出來了,數字真的不漂亮 只有47.8% 本來大家預期會有少少上升 上個月已經跌穿了50% 49.51% 大家預期,本來九月份可能會彈了少少 誰知道沒得彈不得止,還要跌至47.8% 而47.8%是2009年以來最低 2009年之時,金融海嘯以來最低 換言之,反映美國的製造業連續兩個月 處於收縮的水平 即是收縮已經成為趨勢 因為兩點就成為趨勢 最基本要求 而且裡面的數字小行都是一般的 包括新出口,新訂單,以至就業 都是給予預期的訊息 一出,美股為之就下錯 見到杜瓊斯公元平均指數 跌至343.1.3% 令整個形勢更加差 所以大雙頂的淡意越來越盛 所謂連環,大雙頂後有一個升級版 究竟後市會怎樣呢 這個升級版後會不會越來越淡 關注幾個因素 看會否扭轉整個形勢 第一個形勢,就是美國會否在10月減息 現在初步的市場人士評估可能減息機會增加 本來在數據之前估計是四成左右 即是10月減息,現在已經到六成 換言之就增加了 只不過是否增加了就減機會大了 所以要看其他因素 因為現在好像有些頭痕 一方面特朗普繼續逼聯儲局減息 會否有反而過,就不得而知 但很明顯就大罵了 又說聯儲局令美元強勁 搞到美國企業難賺錢 所以是令到美國經濟差的原因 還說為什麼這樣利息太高 甚至批評聯儲局自己本身對這件事 就毫無頭緒 即是不知道利息高會導致這麼多問題 就說美國的聯儲局很可悲 會否適得其反 令到美國聯儲局方面有個反彈 本來都50、50 可能都可以減可以不減的 彈一彈不減,大家要留意 第二個就是聯儲局的官員 近來就說了很多話 其中最新的說法 都是朝向未必減息的方向 說的是之前的甲派 芝加哥聯儲銀行的甲派 埃文斯之前一直都覺得應該是減息的 但就夾轉鷹 其實上星期開始轉轉地 現在維持 維持 就鷹鷹地的說法 他最新的說法就是 聯儲局應該一段時間之內保持利率不變 一段時間之內 起碼都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 換言之 他的說法可能就未必覺得 需要在今年之內再減息 聯儲局 大家要留意 究竟減息的動向是怎樣 會不會像市場預期一樣減 對稍為減低大雙頂 新加坡的淡耳有幫助 否則就投赤 第二個要留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今週五的就業數據 因為就業數據一個月一次的重頭戲 顧資源留意 而今次特別是值得留意 經過今次的數據之後 即是ISM的數據之後 顯示美國經濟 一向說的三頭馬車 就是出口、私人投資 以至消費者 出口很多時候是跟鎮鎮業相關 基本上是不行的 私人投資亦是不行的 換言之只剩下一個消費者是頂住的 消費者是頂不頂住的 就好看他們的繁碗形勢 如果繁碗仍然保得住 而且人工做得更加的話 即是新增長的話 對他們來說 可以繼續消費 繼續消費頂住美國的經濟 因為美國經濟畢竟 六、七成都是來自私人消費 所以接下來的就業數據非常關鍵 最近的數據普普通通偏弱一點 十來萬個 同意去年接近20萬個或更多 明顯是弱了 究竟今次保不保得住 就業數據 非農業積的增長 是保住十多萬個 起碼這個情況 值得關注 因為這涉及消費者 以至整個經濟的情況 第二點值得留意 剛才兩個都是基本面 第三點是技術面 技術面會否扭轉 大雙頂升級版的弱勢 看看接下來的走勢 其實看到 納斯達克並未出現大雙頂 因為它的低點比明顯低了 雙頂升級比大雙頂更弱 大雙頂高點接近雙頂升級 雙頂升級比大雙頂更弱 出現三角形 三角形本來是代變 沒有明顯方向 但看入面的走勢 頭尺 入面的意思是 50天和100天線都穿了 納斯達克之數是弱的 最重要的關鍵支持是778點 200天線所在 如果穿了就很麻煩 至於標普500指數和納斯 都有大雙頂的格局 看到這個就是標普 標普已經穿了 穿了一條紅色線 紅色是比較陡斜的上升軌 穿了 換言之走勢弱了 所謂升級版就是這個意思 升級版既有雙頂形態 而且穿了其他輔助的技術指標 它的技術指標穿了什麼 穿了一條短期上升軌 斜一點的條 以至50天線都穿了 所以標普500 很明顯是一個大雙頂的升級版 究竟後試怎樣看 第一方面 就是100天線 2924左右 2920 以至200天線 230左右 如果穿了 這個就很麻煩 至於道指 都是大雙頂 但它有升級與未升級之間 因為未至於其他未穿得很明顯 起碼50天線 未明顯跌穿 看著 這個就是上升軌 大概26,400 就是重要支持 至於100天線 26,400點 都是要留意著的 時間關係 今日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